現在要來介紹康軒版雲端速冊 怎麼樣來出題目 那首先到翁子國小停個不停學的網站 然後點選康軒雲端速冊 然後進去到康軒版的首頁裡面 其實在停個不停學的網站的操作說明 這裡我已經有寫下它的步驟 所以我們可以參考這個步驟來進行 那首先我會對照來操作給大家看 那從這裡開始組件進來 到使用教育營進去 然後到使用縣市帳號登錄 選擇台中市 教育人員 打上你公務帳號的帳號密碼 然後跟 註冊碼進去 登進去之後 登進去之後我們就可以選擇 我們要出哪一個考試卷 那假設呢 我選擇我小自然 都可以啦 那我們現在是 一二年級的話 他選擇 像數學一二年級他選擇 他可以選擇 新課綱 那我們現在是舊課綱 所以我們就是選擇舊課綱 那用雲端速冊的方式 那我們選擇測別 六年級 下學期 那我們可以選擇是來自於哪裡 那我假設說我們選擇是四題 那接下來我們再選擇什麼 選擇 第幾個單元 然後下一步 好那假設呢 好這是我出的題目 已經確定了 好那我們就按下一步 好這邊要選什麼 這邊是選擇 我們要出幾題選擇題 那基本上我會建議用選擇題 那我這邊的話 假設我選擇二十題 好二十題之後呢 好那接著呢 再往下一步 好他這邊呢 他這邊會 來告訴你說 這個題目 他是屬於難易度怎麼樣 跟這個題目的解析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個題目沒什麼問題 之後呢 檢查一下之後就按下一步 好那我們 好確定了這些題目呢 主圈主圈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沒問題我們就往下一步 好那確定好齁 這邊的配分可以調整齁 那二十題一題五分 所以就會是一百分 那這邊要記得齁 我們要填寫齁 我們學校的齁 校名 這個要填齁齁 那四卷名稱的話 要寫給齁 我們自己可以看得懂齁 那比如說我的是齁 六下 六下 漢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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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漢單元 的第一張考試卷 好 那這邊出好了 其他的沒有寫沒關係齁 好那這些呢 其實你也都不用點齁 就沒有關係 那我們再按出卷 好那出卷的時候齁 他這邊他因為他要組成雲端的試卷齁齁 那所以他這邊需要 呃 你 在出卷中的時候也是不能 點選他的齁 你要等到他能夠變成 下載的時候呢 他才能夠來進行 呃 其他的動作齁齁 好那所以現在我們現在是沒有辦法齁 要等他 把卷出完 我們才能去做齁 那在這個時間呢齁 等他出卷的時候 我們先來 登錄 登錄我們的 這個 欸 google class room 好 那我們先登到google class room裡面 選擇我們需要 發佈的 那假設呢 我對 我先用示範的齁 這個頁面齁 進去選擇我們要發佈的 的google class room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齁 他這邊出卷 他還有點時間齁齁 來出券,那我們這邊呢,可以先做什麼,我們這邊可以先把我們要出的部分呢,先整理好,比如說,我在這裡,在寫那個課堂作業,好,那我要建立,建立一份測驗作業,好,那在這個測驗作業呢,我這邊呢,選擇,我要,我要發布的領域啦,好,那我剛才講,它是,呃,六下, 六下,漢林版,第三單元,第一張,稿子券,好,那這邊呢,我們可以先弄掉,因為它等一下這邊直接貼上去就好了,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出,好,它已經出好了,那出好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從這裡剪進去了,它出現什麼,它出現兩個,線上拍券跟,那個, 這個,檢視測驗狀況,好,那我們從線上拍券這邊點進來,好,那點好之後,我們,因為我們,如果你還沒有做的話,你可能要建立一個新班級,好,輸入一個班級就建立了,好,那我現在是用測試的這個部分,好,那我呢,我就選擇呢,我的是,好,在測試這個班級,好,那這裡,好, 好,這個地方,好,它這邊有分成兩種,好,啊,我建議好,各位用測驗連結派出,那測驗連結派出的話呢,它會把這一次的連結直接填上來,好,那我這邊就直接複製,複製這個說明,那複製完之後,到這裡,好,直接按右鍵貼上,好,那貼上之後呢,其實我們就可以發布作業了,好,出作業, 好,出完之後呢,它就會出現在哪裡,它出現在這裡,漢林版的第三單元1,好,那我們怎麼樣來回答這個作業呢,好,那學生,我現在用學生的帳號登進來,好,我現在,我現在用學生的帳號登進來,好,我現在用學生的帳號登進來,好,這是我另外一個學生的帳號,好,那我們到,從這裡, 好,登進來,好,登進來,好,這是用學生端,好,那學生端的話,那這裡有出了一個作業對不對,那以學生端它就點進去就可以了,那點進去之後呢,輸入自己的信,好,那我就呢,選擇一個,一個簡單的,好,那座號呢,學生這邊一定要填,因為座號如果填錯,到時候老子你不好去做計算,好,他對這個座號一定要填, 好,確認無誤之後呢,好,就開始測驗了,好,那測驗的時候啊,你要,欸,這邊啊,他從這裡點啊,那他還沒有完成之前,不可以先交卷,那所以比如說我這邊,我就是先,好,假設呢,我就把每一題啊,來做一個回答,好,那他點之後,就是選擇這個項目,好,那回答,那我有20題嘛,好,那每次答完之後呢, 他就顯示齁,已經完成了哪一些題目了齁,那比如說這題沒答到都會跳過去了齁,那回到這一題齁,那我再回答,好,就是如果跳過去就記得齁,其實要檢查一下他每一題齁,都有回答到,像剛才這一題都跳過去了齁,那就沒有回答到,所以他的顏色,齁就會,沒有變成灰色的, 那我每一題呢,很快速的,來回答,那這個時候要請老師要給學生齁,一個預留的作答時間,好,比如說20題,那可能需要給到25分鐘,到30分鐘左右齁,讓學生回答齁,好,那20題就答完了,那我就按交卷,好,確定齁,我就交卷了,那交卷之後呢,他會出現一個符號,那請學生呢,確認齁,他真的已經把這個, 這個,考試券呢,交出去了齁,好,那交出去之後呢,他就會出現這個符號,就是,欸,我現在證明結果齁,在P改中齁,那因為這個名字是自己打的齁,所以請小朋友一定要把這個名字打正確齁,那老師端呢,老師端,就回到我們剛才齁,康萱的這個地方齁,那我們已經派出去,剛才有學生回答了齁,那我就到,我的,齁,試驗記錄這裡齁,那這個地方點進去, 有一個齁,已經有,有小朋友交卷了,我就點進去了齁,好,那呢,欸,有,我們來檢查一下齁,欸,那這個,這個小朋友呢,幾分齁,30分齁,那我們可以檢視一下,他的答題狀況,好,可以看一下他的答題狀況,怎麼樣齁,好,30分,他哪一些題目是對的,哪一些題目是錯的,可以去檢討他了齁,好,那麼,或者是呢,我,可以到什麼呢, 他會出成績齁,如果說小朋友都回答完了,那我們可以把成績會出來,那你從這個成績呢齁,你可以知道,欸,譬如說31號他得了幾分,好,這個,這個到時候你就可以看全班,哪一些人沒回答哪些已經完成了齁,好,那如果齁,如果說,欸,全部都回答完了齁,全部都回答完了齁,那我現在呢,要進行班級檢討齁,那進行班級檢討齁,之後齁,那個,就不能,就不能, 那有人再登進來,回答這張考試卷,所以如果我進行班級檢討,他會先問你,是不是呢,大家都已經完成了齁,那我最後可以去檢討,我這張考試卷,好,那麼,以上呢,就是關於齁,漢林雲端,速冊的介紹內容,